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起马丘华 或许很多人会感到陌生 可如果一提起黛玉强 白雪 张脉等活跃在当今歌坛上的大腕们 恐怕大家都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马丘华 正是他们在歌唱事业成长的道路上 心情耕耘的老师 马教授从事声乐教育工作 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的时间里 秦房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学生就是他的孩子 一个老师的代表作是学生 一个演员的代表作是他的作品 演员是靠作品来说话 老师是靠学生来说话 今年年初 春华秋迟 马丘华从教三十周年 学生音乐会 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 黛玉强 吕薇 王莹 和白雪 等二十多位大腕级学生 同台亮相 整个音乐会 犹如众心拱乐 让马丘华收获了 从未有过的喜悦和幸福 看到每一个学生 经过自己的多年的培养 加上他个人的努力 还有一些机遇 他取得了一些成绩 取得了成功 所以这是对老师最好的汇报 那阵我正好花粉过敏 一直在打喷嚏 一天要打几十个 三百个喷嚏 你想那嗓子能好到哪儿去 马老师这么多学生 我是大师兄 音乐会的时候 我不张北昌 那不合适 是不是 那是必须的 这个带出作用还是要起的 老师传授给你的知识 需要是一生来报答 作为马老师的学生之一 我都觉得很幸福 但是我觉得那一天 最幸福的人就是马老师 因为那一天 是他收获的那种体现 是他看到了自己的这种 教学的成果 为了那一刻 他却心情恳恳 去辛勤的培育每一个学生 马丘华 1958年出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 从小 他就表现出了不俗的歌唱天赋 13岁那年 凭借出演阿庆嫂 这一家喻户晓的角色 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市的小红人 由于家境贫寒 董事的马丘华 在上高中的时候 就利用假期 每天起早贪黑的 到工厂做工挣学费 最终读完了高中的学业 随后 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上山下乡 但在这期间 他也从未放弃过学习 1977年 国家恢复高考 勤奋好学的马丘华 顺利考入南京艺术学院 是从中国四大名单之首的 黄有奎先生 我在他的学生中 就是最年轻的 最小的 但是我也是跟他 学习时间最长的 他对我要求就特别严 有的时候 哪个小节音乐上的 这种表现上的东西 一个连音 一个断音 你要错了 他就下来跟你说 他说你这错了 这不能这样 你如果现在就来这 还错了 他那个铺子 呱就砸你身上了 1981年 马丘华以优异成绩毕业 并留校任教 1989年 在一次全国性的声乐比赛中 马丘华与声乐教育家 金铁林相识 最后两人结为联礼 后来 他随丈夫来到北京 1991年 马丘华掉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成为了一名部队的 声乐教育工作者 部队是一个大楼 各种人才他都有 人类民族通俗他都有 他作为一个培训院校来讲 他也是给你 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大 非常高的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让我在这几种唱法中 从学术上给我得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高 一个平台 一个机遇 让我在这磨练 阿鲁阿卓来自贵州边缘的山区 在他看来 如果不是马老师的火眼金睛 他也无法顺利进入人才济济的解放军艺术学院 如果没有马老师的一路相伴 他也无法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走得那么远 那么高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选材 你选来了之后 你必须要对他进行分析 看到他身上的亮点 你要看到他身上的优势是什么 他的弱点在哪里 你要扬长臂短 这个扬长臂短在教学的过程中 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2006年 毕业不久的阿鲁阿卓 在老师马丘华的鼓励下 豪明参加了第十二届清歌赛 第一次参加如此大型的比赛 阿鲁阿卓就获得流行唱法的铜奖 然而时隔两年 当他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时 结果却不顺理想 应该说是一个打击 因为可能对一下选手来讲说 能够参加全国比赛优效也好不错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推步 老师我记得那天比完赛 给我打了很长时间 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首先是安慰了 很辛苦 他说老师也看到了你的这种努力 他说那个 你相信就是在我的心里 你肯定是最棒的 从八六年中央电视台把这个通俗唱法 纳入到一个这么高的平台的一个比赛上来讲 那么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在通俗的演唱及教学上 我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去研究去学习 那么一直在教不断的教 通过教每一个学生 我就在总结一些经验 他说阿卓 这个事情 拿优秀讲 咱们要摆正位置 那你肯定自身是有问题的 在遇到这种挫折的时候 怎么样来真正正的能够看到自身的问题 但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说咱们还有机会 还年轻啊 他说 你想现在就不要放松 为下一届努力 为下一届努力 也就成了马秋华和阿卢阿卓 此后两年的第一任务 无论自己的教学多么繁忙 只要阿卓主动提出上课 马秋华总会挤出时间帮他辅导 2010年 在第十四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 阿卢阿卓如愿摘得流行唱法金奖的桂冠 我们俩一见面就拥抱 然后老师我就一见 然后自作为就是已经心照不宣 我们俩觉得不用过多的语言去说 一见面只要眼神 你对上去已经知道 然后老师已经 我看到他已经是眼睛都红润了 我当时我觉得 我也说不出来 然后这样就觉得 谢谢老师 2009年 马秋华在军役任教已经整整20年 他也步入军队乃至全国最富成就的声乐教育家行列 我是999年就凭上正教授了 我那时候还不到40岁 在全军来讲 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正教授 而且是享受拿的副军工资了 应该说还是级别 也是解决的比较好 比较高 事实上 从1993年开始 马秋华就在中国音乐学院兼职教授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 2007年 中国音乐学院申办了博士研究生教育 这让马秋华心动不已 他深知 如果带博士 不仅能让自己的声乐教育事业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而且还能为军队和国家培养更多的高级声乐人才 军求更为广阔的平台 在教学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这让马秋华想到了转业 不过真的要告别活热的军营 要脱下绿色的军装 他又如何舍得 挺挣扎的 从情感上割舍不下 因为我相信所有穿了军装的人都不舍得脱掉这一身军装 但是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 声乐教学 我还是希望把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2009年1月 马秋华告别军艺 转业来到中国音乐学院 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后 马秋华的教学任务更重了 慕名前来找他学习的学生也更多了 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学生们 秦房赐了他第二个奖 他在24岁以前 他已经把每升的国家政府的中国的声乐比赛 全拿了金奖 这么小的年龄 有的一辈子奋斗都拿不到的 他都拿了 而当初因为王立专业学习起步就要完 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后 几乎没有老师愿意接收他 大一的时候 我还是我们班最后一名 考进中国音乐学院的 他自己选的我 也不认识我当时 跟他们主任 主任说 那西主任说 那马老师能教你吗 后来他说 我试试看 就来找我 后来我就听他唱了一首歌 程度低 但是他没有毛病 我觉得很好培养 听了我一次 就帮我定位成美声 那么这个美声就奠定了 我将来的这个方向和目标 就非常非常的顺 真的就像他说的 如果我唱名歌 我并不是综合条件最好的 但是如果我要唱美声 那么我的条件一定是排在前面的 所以你的条件 然后再加上有这样一个名师 这样睿智的一个老师 帮你去设定的这个人生目标 然后你就决定你的每一条路 都是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十字路口都选择对了 每一个十字路口 对你走了结晶 因才是教 因人而异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把它定位定准了 那么你给它设计教学方案 第一年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第二年你得到一个什么样 一个层次上来 第三年 按窝 我就说我看好的人才 你真的是这块料 我看好了 在三年级应该冲 冲向全国 争取拿奖 那么当然他配合的非常好 他一直跟我老师要求 他都一年一年 一年一年 一年一个台阶 他上来了 配合好了 一旦给他机会 他就成了 马修华从教三十周年 学生音乐会举办的非常成功 当马修华享受着陈甸甸的收获 准备在教学上再次大展拳脚之际 灾难悄悄降临了 今年四月 丈夫金杰林突发心肌梗塞 住进了医院 我们俩正好去福也纳 参加音乐会 在国外呢 可能也有点 也疲劳了 那么再加上飞机坐了十几个小时 回来 回来以后 他又没倒时差 没休息 接着就是 学校的工作 再加上就是 他的学生上课 突然一下子就病了 金铁林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子里 马修华每天只能站在门外 透过厚厚的玻璃凝视着心爱的丈夫 那段时光 恐惧 担忧 和身心憔悴如影随形 为了不让儿子和学生们担心 马修华将所有的情绪都埋在了心底 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半夜的时候 因为我睡得早 背一个信息 我一看是马老师回的 说 今天比昨天更好了 请放心 那我就想一个是 他这个时间 我就觉得马老师这个时候 他肯定刚刚忙完 或者说还在守着 还在熬着 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安心 我从金老师身上 应该说学到了很多 他欠了学生的课 他就一定要补上 这一些都给我做了一个 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现在 我要是因为有事了 我要耽误了学生的课 我一定会利用晚上 或者是几家人 我要给补上 我觉得欠了学生课 心里就觉得特别 很不安的感觉 声线一定是细的 开得大的大共鸣 小声线 马老师来来回回 走医院那样的 然后这边的课又不耽误 然后还有我们这些蹭课的 还经常要利用他的休息时间 他觉得你唱好了 他自己都开心 也不会把自己身体不好 或者泪啊 这种带给学生 所以我觉得真的 女性有时候的那样的一种 一种坚韧的东西 一种美的东西 的确特别能感化人 如今丈夫的身体已无大碍 这对马秋华来说 是一种最大的安慰和支持 要跟他学习的人也特别多 呼声也比较高 他哪样都行 每声你找他学也行 他非常达到高水平 完了民族他也会说 会教 还会唱 他给你做示范 一做示范你要做得好的话 学而马上就会了 所以会做示范的老师 能上过台的演唱的老师 他也是最好的教师 这等于是你本来是短前通道 突然变到中送通道 这两个通道都对 但是在这一句中间穿着用 就不合适 就听出有痕迹感 春华秋时 马秋华从教三十周年学生音乐会 不仅饱含了师生间的深深情义 也综合展示了马秋华多元化教学的成果 如今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院领导也觉得 你在多元的教学当中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所以应该在理论上 也要很好的总结 我就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 报了一个课题 就叫声乐演唱艺术及教学 多元化研究 这么一个课题 这个课题主要也是想 从教学上更好的 从理论上 这个系统的去通过 这么一个团队的力量 来把它系统的去总结 去完善形成一个体系 以不如中年的马秋华 不但对丈夫金铁林 当年创作的这首《中年》 有了深刻的理解 而且对自己的人生追求 也有了更加深切的感悟 当老师 你选择了这个职业 那你的学生能够产生 那么高的家 他们过得很好 他们能挣那么多钱 产生他们的价值 能体现那么高 这本身就是老师的价值 就更高 虽然我们没有他们有钱 但是我从精神上来讲 我觉得特别的富有 自己也觉得特别的光荣 我一辈子就从事声乐教学 这一件事 我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春中秋收春华秋时 当年桃里不沿 夏自成熙的春天 如今已化作硕果累累的金秋 三十年来 马秋华为军队和地方 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声乐人才 为我国的声乐教育事业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马秋华的名字 也随着一个个学生的歌声 沁入了人们的心田 让我们品味着一子落地 万科归仓的喜悦和甘甜 在此 我们也由衷的向马秋华道一声 老师您辛苦了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热血儿女纷纷奔赴延安 在西安到延安的这个道路上 可以说是路易不绝 毛泽东写借条向徐海东借钱 二话没说 就给中央送去了 三千人小镇 却有二十多所大学 一座学校城 三年培养干部数十万 总参政治部王立华研究员 周末开讲 延安时期的学习经验